Hello 大家好 我是杰哥 今天我们来到 JVCC的前面这边 最近他见了这个娱乐设施 看起来很漂亮 所以时不时就会来这里取景 更重点的是今天我们是要来评测 也就是 这一次他分别带来两款配色 Stardust Black 就有如商务男配色 看去非常的沉温 还有Shineshine Girl 有如黄昏的沙滩 碧蓝的大海 随着气温变化 颜色也随之改变 加上磨砂AG工艺的造型 就好像你漫步在沙滩上 细细的诱沙 从你的脚趾缝间穿梭 那种湿滑般的感觉 就是这样子 再加上它的直边金属中框 厚度约7.55平方毫米 看去是非常的浅薄 又滑又薄 握上去的手感相当不错 设计我只可以用一个formula来形容 Solid加Grossy 等于什么 Grossy Gorgeous Gorgeous 这个你可以不要换一句 不怕的 它的设计如此的妖艳 但是这一次主要主打的 还是在它的相机镜头 诶 它的相机镜头真的是很漂亮 首先我们来看它自拍 它前面是有两粒Spotlight的 无论是在拍照拍视频的时候 你都可以开启它的闪光灯 而且还有三种色温调色 冷到温到中和 你可以随便调 再来里面呢 还有各种人像filter 如果是你喜欢party night and then 你要有bling bling的 new light shineshine 晴天 雨天 狂风暴雨 你都可以通过它filter随意调整 而且呢 还给你了50MPi Auto Focus的自拍镜头 所以拍出来的细节呢 非常的清晰以外 你还有那种智能美颜 所以整个美颜起来 你会看到整个人就是很帅就对了 怎样拍都怎样美 重点是 如果你觉得它的主色不够广的话 它还有超广角镜头 高达105度 当你拿一个group photo的时候呢 是可以很多人站住一起拍照 而且还支持night selfie 你在夜晚拍摄低光的情况下呢 它的屏幕可以进行补光 再加上它的nionleat spotlight 所以拍出来的效果呢也是不错的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Vivo V23的拍照 到底如何了 首先我们也拍了很多张 有关主色镜头 自拍镜头 各方面拍照呢 其实表现都相当可以 我超喜欢它的演算法的 整个颜色看去就solid 可是又不会说到很鲜艳那一种 整个冲击率是很ok的 再加上它的细节 因为它主色是支持了一个50MP主色镜头 可是这个超广角镜头拍出来的画面 你会看到噪点方面 可能会比较显眼一点 如果是主色镜头的话 拍出来就比较solid 人的细节那些呢都非常到位 还有一个功能呢 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 也就是当你在夜拍外拍的时候啊 后面有闲杂人等经过 你又不要看到那个人对不对 你就可以透过edit 然后在里面有一个功能就叫做erase 把这个人呢直接画掉算它回家 这个人就不见掉了 只不过说它edit的时候啊 如果你觉得edit到好像不是很美的话呢 你可以回复 再重新拉过 可能会更美一点 你看 每一次的edit就不一样了 所以你可以自己再滑多几次 让它整个照片呢看去更加的顺眼 再来里面呢 你还可以adjust的东西呢 就包括了你要把人像抠出来 你可以通过这个doodle 在杜美眼调整它的filter 然后在它的filter呢 因为夜拍其实它很多种调色 可能说你要 black golden blue eyes 冷色 green orange cyberpunk 哇就是这个啦 你看这个照片看去哇好漂亮哦 我觉得应该是人的问题 这个人拍起来就很漂亮 戴眼镜 是美女 戴了眼镜是发眉的美女 哈哈哈哈 OK 然后在自拍方面的话呢 因为它前面有两粒spotlight嘛 如果是在低广的情况下呢 你不用担心啦 它的细节呢还是拍得非常清晰的 而且是50MP的关系 你放大细节呢还是依然清晰可见 可能拍的时候我的脸稍微晃动一点 所以有一点糊了 可是你看在衣服的那些细节呢 还是OK的 所以现在我们用着的就是vivo v23的前置镜头 它是支持了一个4K 30fps的最高画质 所以在拍这方面的话呢 诶 哇4K 30fps 自拍镜头诶 4K的话其实很少手机会支持 通常就是vivo HD and then 30fps的配置 虽然说它没有60fps嘛 反正你开1080哦 它就有60fps的配置可以拍摄 然后在稳定性方面的话 其实是OK的 可是现在是用住那个主摄镜头 我就不知道能不能接去超广角 啊不可以 它的超广角镜头是无法进行视频拍摄的 只有主摄镜头可以进行视频拍摄 不过在它的感光方面的话 如果你是讲在晚上夜拍啊 然后拍视频的话 感光方面其实是不错的 而且我现在在一个灯光比较暗的情况下 拍摄也有如此画质 我个人觉得是算是OK 诶 哦还有对焦啊 这种虚化效果可以哦 诶 它的前置镜头也有那种虚化的效果 所以如果你要拍一种前物到后物那种景深效果 控制 整个视觉比较有张力 比较有冲击力的话 这个Vivo V23可以满足你各种需求啊 然后现在我们用住的是主摄镜头 主摄支持高达64MP 画质方面跟它前镜头一样是最高可以去到4K 30fps的画质 会稳吗 稳啊 感觉到好像 它好像会有点不轻这样子 不轻是正常 因为这一个手机它是没有支持OIS 所以它的进光量就没有像有OIS的手机那么的强 可是诶 如果是在夜拍拍照方面的话 就很不错 可是在拍视频的话 可能就 不过有一点呢 我要吐槽 也很希望Vivo可以把这一项功能添加进去 也就是可以支持无线蓝牙麦 因为Vivo好多手机啊 只要接上无线蓝牙麦都不能支持 所以如果你要用这一台手机拿来做直播的话呢 你就不可以做那种远远的收音哦 你一定要站跟你的手机有一定的距离 才可以收到比较清晰的声音 其实呢一台手机除了拍照要美以外 更重要的一点也是非常灵魂非常关键的 也就是手机的屏幕 它是搭载一副6.44寸 Full HD Plus R Moled 刘海全屏幕 这一种刘海好像很久没有看到它的 可是这样看一下感觉又很漂亮一下 可能就是因为它采用直边的设计 加上超窄的边框 所以整个视觉冲击呢 我个人觉得是蛮OK的 只不过就比较可惜它搭载了单氧声器 在屏幕下方 所以在音质方面呢 是很大声但是不能分辨左右声 同时呢它也支持了90赫兹的高刷跟 标准配置触控采样 还有一点就是它配置的转直马达就可惜 如果它配置线性马达的话 哇太美了 为什么我每次不要给线性马达呢 你可以upgrade一下吗 upgrade一下哦 给Vivo的用户开行一下 你upgrade一个Linear Motor的时候 全部就哇好棒棒哦 这个Vivo23我要 然后在Vivo23的游戏体验呢 也是相当可以哦 因为这一次它是搭载了 天际联发科920 这颗处理器呢 虽然说不是最顶尖 可是在安都都也打下了50万分战机 随便玩一个游戏 就比如说核比机 也可以搭配1544的配置 5个极限真兵哦 所以在玩起来的游戏体验呢 是相当的流畅 even 是在王者荣耀 虽然说啦 它的触控材料没有去到很高 but 整体的触控体验起来呢 是相当可以 and 在帧率方面呢 王者荣耀配置只能搭配 23配置 so 在它的帧率 技能全开团战的时刻呢 它的帧率呢 依旧可以维持在50上下 我觉得这样的帧率还是ok的 重点是在温度方面 把控的非常好 平均温度也只才36度左右 and 在续航能力表现呢 虽然说这一次只搭载了4200MAR 但是呢 在王者的话 平均1小时直减20% 能维持5小时的续航无间断 如果是和平经营的话 24% per一小时 也能维持到4小时的续航体验 在3DMark 跑分呢 它的平均分数 最高可以去到2200到2300左右 它的稳定性高达99% 然后在RAM 配置呢 它是搭载了LBDDR4X RAM 跟UFS 2.2 Ripe Booster 所以最高的读取速度可达1000Mbps 无线网络配置了 5G 双卡双待 不能嵌融SD卡 支持WiFi 5 蓝牙 5.2 NFC 功能也包覆其中 目前 V4V 23 5G 只有一个配置 12加 256GB 在大马的落地价为 RM 2,099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就是哪个有话不能好说的 Mr.杰哥 让我们下期再见 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